Hello 今天做日式叉燒拉麵 首先要去買一塊漂亮的五花腩 如果可以的話就麻煩老闆幫我們去皮 首先要洗乾淨所有食材 蒜頭就不用剝皮了 直接拍扁就可以了 洗乾淨用廚房紙巾印乾 一會兒我們捲過去 豬油這裡就在外面 捲過去就比較容易入味 這裡就要切開一點就比較容易捲 放少許鹽和少許蒜蓉 捲緊它 用紮粽的繩紮紮實它 現在就讓它休息半小時 放少許油,晾一下勻塵 小火每邊都煎到金黃色 這兩邊都要煎香它 它很重的,一定要拿多一隻夾 慢慢把它折上來 不要讓它掉下去 否則油沾上來就很危險 下薑片,蒜頭和桂皮 爆香就可以加入水 然後下豉油,清酒,味淋和糖 等它滾回就下香葉和蔥 然後蓋上蓋上最小的火 煮35分,轉過來也是煮35分 然後關火,不要開蓋鍋 焗多它10分鐘 現在就輪到來煮這個濃郁的湯水了 有豬骨,雞骨和剛才那塊大豬皮 豬皮已經用了粗鹽來洗乾淨它 現在就再幫它穿一穿水 給點蔥和薑片,冷水一起進去穿水 準備薑,蔥,蒜頭,洋蔥,紅蘿蔔 一起熬湯 水滾,再滾多一兩分鐘 這樣就可以關火 然後就拿去洗乾淨 加了全部的食材進去 也都是冷水一起進去煮 用大火煮至煮 之後就關到最小的火 蓋蓋煮4個小時 叉燒已經OK了 那些醬汁就放在另一邊 用來浸糖心蛋 有興趣的話就可以參考一下我之前那部影片 自己煮的好處,怎麼切都可以 多吸引,真的很香 現在的湯已經煮了3個小時 這個時候就可以放清酒下去 然後再煮一個小時 之後就關火,不要開蓋鍋 焗多半個小時 這一款湯麵是很多油 如果不想吃那麼多油 自己煮就可以選擇更健康了 湯煮好了之後 讓它完全冷了 隔開出來之後 就可以放在冰箱裡 冷了之後 多少油 就可以將它們全部撇出來 這些好像啫喱一樣 就是豬皮的膠原蛋白 喝湯一定要記得 你喝多少就落多少味 其餘放在冰箱裡 什麼時候喝什麼時候落 再煮分滾去才下味噌 不喜歡呢 也都可以不用落 喜歡味噌味濃一點 也都可以加多一些 但是相當也都要給適量的冰糖 再試一試味 怎樣為之適量 無論是鹽或者是糖 都要逐些下,逐些試味 是這樣就不會落了很多糖 再加很多鹽 那份量只是用來參考 自己試味才是最標準 加少許醬汁 也都是 加完一定要試一試味 這款拉麵是最像日本拉麵 而且是最好吃 有很多寫明說什麼高級拉麵 什麼拉麵 吃下去都好像台式拉麵的口感 水滾下去煮去80秒 最好就要跟著它包裝的時間來煮 煮得太久會很軟 是不好吃的 想吃它更加淡硬一點 那就要過一個冷河了 加上這塊巨毛霸的叉燒 然後也都是想吃多少 蔥也放多少 湯真的很重要 如果其他做得不太好吃 但是湯夠正都已經佔了很多分 加上日式糖心蛋上去 在下紫菜之前 要烘一烘才會脆的 用到最小的火 不要那麼低 會很危險的 如果我不喜歡吃那麼多肉 也可以用海鮮來代替 自己做的口味也很接近的 又健康 同一個價錢也可以吃多一碗 而且又不用排隊